为了保存台湾丰富的文化资源 台湾地区两年前实施的文化资产保存法中文物普查工作 为了帮助各县市相关单位跟一般民众能够了解文物普查的规范 文化部文资局特别委托学者专家 制作出版文物普查跟占行分级作业手册 文物普查动手作这两本书 2018年6月6号并且在台中市文创园区举办新书发表会 文资局副局长张仁吉表示 希望透过这两本书一起来保护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 内容包括了这个古物普查的这个伦理以及法规 作业的规范的方法以及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原则的一个遵循 那另外我们也为了要普及给各位普查的地线的这个公民来做遵循 我们也用以绘本的一个方式啊 有一个普及版来发行 就在这场新书发表会上 有来自各县市政府人员跟学术界人士参加 文资局副局长张仁吉也上台 跟着这两本书的作者一起打开礼物箱 再拿出印有新书封面的图卡宣布国内文物普查书籍 已经正式出版 这次文化部文资局献给社会大众一个大礼物 也是一本文资保存跟调查最好的参考书 最实际的操作手册 这本书里面涵盖的这些部分也包括说操作人员 他实际上进入了田野应该怎么填写 包括文物的持拿文物的测量 我想在这本书里面他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 张仁吉副局长表示 文资局经过两年来的努力 已经完成15万件文物普查并且建档 明年预估会累积到18万件 未来还会继续寻找台湾各地重要的文化资产 详细的普查之后纳入档案 永远保存了台湾美丽珍贵的历史记忆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